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Android Studio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Android Studio的设置 我们知道一款软件是否强大 主要在于它的设置项是否有足够的选项让我们可以配置 那么Android Studio是毫无疑问,是特别强大的 所以它的设置项也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几节课里面都会给大家讲解 这个Android Studio中常用的设置项 好,我们先打开Android Studio 那要打开这个Android Studio的设置项 你可以使用快捷键 ALT加Ctrl加S呼出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FailSetting这里呼出 好,这就是我们的设置项 那么设置项的顶部 左上角有一个搜索框 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任意的与设置项里面相关的字符串 它都可能给你搜索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要修改我这个整个的一个字体大小 我们知道字体是Font,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输入一个Font 那么在下面它就会把所有与Font相关的内容给罗列出来 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的需要设置的一个Font就可以 好,我们还是从最开始看起 第一项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外观和一些行为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Appearance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 就是它的一个主题 主题呢是这个Android Studio里面内置的三种主题 像我现在用的是Windows的主题 就是它的整个是Windows风格 当然最酷的是这个Document 它是一个黑色的黑底白字的这么一个主题 你觉得OK 好 当然还有一种是Intelleger那种原生的一种主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符合自己喜欢的风格 下面这个选项是你的整个系统界面的字体 它是不推荐你设置的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觉得你 你觉得这个字体太小或者太大 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去设置 我们选中它 然后这里选择的一个大小 我们20 我们看一下20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 这里刚刚勾选了这个Intelleger 我还是改回来Decu了 好 这就是我们修改了它的一个字体 整个界面的字体都大了一些 对吧 但有时你要注意 如果大了一些的话 有些时候它可能显示不下 那我们还是就使用系统的字体 好,这系统字体 好 第二个选项呢 其实这下面的选项都不是很常用 我给大家选讲几个 第二个选项呢 是一个滚动的一个设置 这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没勾选 没勾选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是要滚动一个列表 这里有个快捷键是双击shift键 可以输出一个搜索框 它可以搜索所有的文件 那么这里它会默认的有一个表出来 我刚刚刚才是没有勾选那个scoring的选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只按上下键的话 它到底就停住了 同样的到底也停住了 那如果是说我把这个勾上 Cynic Scoring List 这个勾上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 好 它现在是不是可以循环滚动了 对吧 这就是一些小的一些设置 你可以选择符合你自己一些习惯的一些设置方式 好 这下面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不太常用 所以说 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研究 这下面呢 是一些Windows的选项啊 这Windows选项呢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有动画啦 之类的 然后这里说一个呢 是这有一个这个 Alo-Merging Button on Dialog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指 你的弹出来对话框 是不是会把一些相同的 一些类似的Button给组合在一起啊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打勾的效果 对吧 打勾的效果 OK 好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进入一个Git的一个Commit 好 注意啊 我下面这里是Commit Cancel Help 那其中Commit 它包含了三个 对吧 包含了三个Button 如果是说 我把这个 去掉 OK 然后再Commit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就把 它是把这几个Button 就把平铺开了 然后摆在界面上 但我建议呢 初学者的话啊 你还是像这样子 把Button给平铺出来 因为这样子 你可以知道 这个对话框 哪些功能 因为如果你 你把它叠在一起了 有些可能隐藏的时候 你不会太注意 这样是不利于 我们发现一些新的功能 好 这些是一些界面的一些设置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去修改这些内容 那么第二个是菜单 那么这个Android State的强大之处 是在于完全 在于你可以完全自定义 你自己的菜单 按你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定制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Main Menu 有个Edit对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Undo和Redo 它不是在一起的 那么我想把这个Undo和Redo 调整一下 Up 或者是说我现在又想 有些比如说这个红 我可能用的不多 那我是可以把它拴除掉 对吧 这样子可以精简我的菜单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这个Edit是不是就改变了 然后红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想已经拴除的 我想还原 怎么还原呢 这里有个Restore or Default 好 然后我们点击它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有没有还原 好这个红已经出来了 这个菜单也是 按它默认的顺序 所以说它这个可以完全自定义 按你的习惯来自定义 是非常强大的 好下一个是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项呢 这里先看一下 这里第一个在是定义 在打开或者关闭式的行为 那么第一个是指 在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要打开上一次 最后一次的一个工程 如果你勾上之后 那么你 它默认会加载上一个工程 如果没有勾上 那么它就不会会谈个对话框 让你去选择一个工程 这个是看个人习惯了 然后这个是退出的一个二次确认 这里也是 当你打开一个新的项目以后 你定义你当前的默认行为是什么 现在我选的是弹出一个Windows 对话框告诉我 是要在当前界面打开 还是在新窗口打开 那如果是说你是默认行为是新窗口 那么你都会这种新窗口打开 如果是说你这里点击它 那么就是在当前的Windows打开 当然我建议大家 还是就是默认的 是根据当前的需要 比如有时候你可能启动了三个工程 然后再打开第四个工程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个窗口太多 是不太好 那么直接用当前的工程来打开它 这样子就也不会新增一个窗口 好 这下面这个选项是 这个Android Studio里面最大的优势之一 就是它有自动保存的功能 当然你这些你都可以关掉 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是当你这个Android Studio 这个软件在前台的时候 从后台切到前台的时候 它会去同步文件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说你把Android Studio切换到后台之后 然后你用其他的编辑机器 比如说记事本修改了一些代码 或者是说你用S1工具 或者Git工具同步了一些代码 然后当你切换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这个文件 外面修改的文件给你同步进来 然后这下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Android Studio 切换到后台的时候 它会自动给你保存文件 当然还有更强大的一点 是这个 是自动保存文件 如果是说你有15秒 没有做任何操作了 没有任何行为 那么它会给你自动保存文件 这样子的话 再也不用害怕 当比如说你电脑突然死机 突然掉电的时候 你辛辛苦苦一上午做的事情 没了 所以说这里呢 如果是说你机器性能比较好的话 我建议你是勾上 那最后一个呢 是安全保存 就是说它保存的时候 首先保存到一个临时文件中 然后把这个临时文件再重新命名 你当发现存储错误的时候 不会影响你之前的一个文件 然后点击它 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选项呢 是指当比如说你有一些资源 是通过密码加密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选择不居住密码 就是说每次访问 你这个加密资源都需要输入密码 或者是说 就是第一次打开应用程序的时候 第一次输入 然后到关闭之前都不用再输 当然如果你下次启动 那还是需要重新输入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保存到瓷盘上 就再也不用重新输入 这下面是设置它的密码 好 这是一个安全选项 然后代理 这代理呢 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安卓Stadio 经常会需要一些翻墙的时机 那么你设置 能够设置代理 是能够帮助你很快的 能够下载一些处件 然后这是更新 然后这里呢 是指你的自动检查更新的一个选项 跟上之后呢 它会自动检查更新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选择框 这里是安卓Stadio 是告诉我们 你可以使用什么版本来更新 比如说我对这个软件 稳定性要求高 那么我只要求这个Stable版 比如说我愿意尝些 那么我可以选择Beta版 或者是DV版本 这个是使用HTPS 这个是一个统计商报 就是把你使用的数据 是否告诉Google 好 这是文件的颜色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不希望去修改 我们这就过掉 然后在Scope 这个Scope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Scope就是你定义的一个文件集 文件集合 它可以在什么地方使用呢 它可以在你Fund 是查找的 或者是说你检查代码的时候使用 那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 默认情况下 这里竟然是空的 对吧 我现在要针对我这个创建一个文件集合 那么我 点local 然后这里写一个 比如说是APP 好 这里有个APP了 然后呢 我现在想想 我只需要它 我这两个我不需要 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eclose掉 我们现在只有APP了 那么我查找的时候 我只会在APP里面去找 好 确定 那么它在哪里使用呢 好 我们刚刚说到了 在查找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它 我可以按 Ctrl Shift 加F 呼出我这个查找对话框 然后 在这个里面有个scope的选项 在scope的选项呢 这里我们可以点customer 这里选择我们之前建立的APP 对吧 然后它的查找的范围 就在我之前定义的这个文件集合里面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 在Analysize 这里有一个inspect code 这个地方同样的 也可以选一个自定义的集合 这里选择APP 也可以让它在指定的范围里去 做一个代码检查 好 这是scope Notification呢 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注意啊 使用的时候 它会谈一个气泡 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你就是定义 哪些气泡显示 哪些气泡布显示 这个通常我们不用去管它 然后这个quicklist呢 是它定义的一个程序组 就是说一个 类似于红的这么一个集合 你可以做一个快捷键使用 这里我也不展开 啊